独家我们的苏院长重磅证据 但是我们看到抗告遇到周春敏的老公 这真的是屏东史上蓝绿差距最小 把民进党给吓尿了对不对 差2.5% 差1万1000多票 吓死人 吓到全身冷汗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但司法接下来应该是不乐观了 11月28号已经提出了 申请证据保全验票 隔天立刻被驳回 12月2号提出选举无效 当选无效之诉 也针对保全证据被驳回 向高雄分院提出了抗告 那也提出了申请验票 预计将在接下来12月5号开庭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在这个抗告的过程当中 碰到了这个周春敏的老公 他是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兼发言人 他叫邱明洪 他叫邱明洪 他不用回避吗 他不用回避吗 会不会有点奇怪这种做法呢 当然了邱明洪 后来大家自己也觉得不妥 那他说呢将来 苏参选人的相关选举诉讼案件 如果分案给本人的话 本人将立刻回避审理 分案给他 他就会回避审理 但在这个系统里面 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司法上 对待我们的苏医师会不会公平 苏医师在线上对不对 对 对 这个 有画面吗 好 我看到你的画面了 很清楚 谢谢 谢谢你的等待 那我这样子好不好 因为我们的网友对你超热情 你知道吗 前两天 每一支你的影片 都是我们整个 辣碗报里面流量最高的 大家点阅次数最高的 很多网友在你离开之后 因为我有回看 大家给你一大堆的建言 这样好不好 今天苏医师和现场看得到 来 我们上下那个题目 你想跟苏医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又不可能写很多 到时候会念不完 大家想跟苏医师讲的一句话是什么 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留言好不好 我稍后截一些图 给这个苏医师看一下 也让苏医师感觉到温暖 我们的辣碗报的辣粉真的很辣 会辣到你受不了 大家真的非常的温暖 所以我想先请问一下 这个苏医师 抗告遇到了周春敏的老公 这件事你怎么看 虽然他说要回避 但因为确实了 夫妻两人都是这个 台大法律系 都是学霸 都是这个司法系统 当然不能够说 这是有绝对的关系 或者绝对会干扰 接下来的选举 但是很多人也认为 你在接下来的司法的诉讼 各方面来讲 应该是不会获得太公平的待遇 你怎么看待 碰到这个周春敏老公这件事情 谢谢秀芳 那事实上 我们赌到这个情形也没办法 因为在高频地区 行期以来 检调司法好像都是比较偏绿 那碰到谁也不可奈可 那我跟大家是一样的 走无寸铁 也没有任何的公权力行政支援 但是我还是相信 我们司法官的 睿智跟良心 是我们中华民国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该回避该怎么做 他们应该做最适切的处置 我是赌不上力 所以我也是很诚实的跟大家讲 会不会受到公平待遇 我自己也不太有太大的把握 很无奈 对很无奈 会有一种这种 球员兼裁判的这种疑虑吗 因为你的很多支持者 包括我们的很多网友都这样 都这样认为 那接下来确实 以这个差距来讲 以这个票数来讲 大家当然觉得要翻盘 要重新验票 有一些逆转的可能性不大 但我相信你也知道 但即便是如此 你告诉大家 你还是一样 所有程序必须要走完 为什么 你坚持的是什么 我跟大家报告 民进党这几天一直在说 我们在讨论视频 我们在做假戏曲 那我里加再讲一次 选举之前 民进党还有 州委员一再讲 他的民调多数军前 都50% 然后过一阵子讲30% 那要封关之前 他讲25% 那结果写下来 在 检票 开票 计票过程 那麽乱七八糟 乌冤荡气 然后都是违法 票都拿到后面房间去整理等等 还有 措置票 我的跟州委员的混在一起 甚至于在访单乡 跟村长都混在一起 昨天跟今天又有人举证 在屏东的大同博翔 念的是2号书军前 结果他登记登记3号 有这种事情 这个部分是有影片的吗 他也能够出来作证人 可以作证人 这个是用这种这样 有可能作票的嫌疑 我到现在还是认为 我是被做掉的 我到现在还认为 我是被做掉的 那 昨天我去卸票 昨天晚上开始看门诊 那我们这些 支持我的人还给我看 居然 我是帮他抗病 他给我拍肩膀 然后跟我讲 我全家都支持你的 我们不可能 我们不相信 票会开这样 你要给他翻 你要给他翻 我这样讲 我是觉得 那 很欣慰 那在万丹卸票的时候 当选的乡长跟 一眼陪着我 路边的人就这样跑出来 因为 我选的不好嘛 所以敢这样 跳楼打鼓啊 所以只吃喇叭 喇叭车这样叫 这样叫 那跑出来的每一个都一直跳 一直在支持我 一直叫我说你不输啦 你没输 你赢了 你一定要翻盘 但是百姓自动自花 他们认为 我是被做掉的 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 所以 我只是要 把这个真相釐清 这一种开票方式 这一种第三世界的开票方式 这种维华的开票方式 民进党认为 那也没什么 我们选委认为那个没什么 所以是要继续这样 这样干下去 那以前都是这样做的 我在想以前是这样做的 那 如果这种做法 这一次被掀开来 两秒钟开张票 两秒钟开张 一直讲 这一种方式 如果明年 总统 2024总统大选跟立委 选举 还是这样做的话 我跟大家报告 对产生重大冲突 甚至无法控制 以前中立事件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 我跟 学方报告 我就是要这个真相 那我要特别再问您一下 刚刚您讲的部分 就是说又有很多的选民提供你一些证据嘛 但是你确实 一方面是你的个人魅力 你的努力 二方面做得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 比方说 选举的时候就出来 这个屏东不是要种树吗 种树百里 种树百里是件好事啊 但为什么种树百里惹得这个屏东 这个民怨四起 是因为怎样 没有配套嘛 路面坑坑洞洞塞车啊 就这条路啊 车损灾情不断啊 所以当地居民就讲说拜托不要再种了 这声音听起来很违和啊 为什么反对种树不是嘛 所以一个地方的施政说实话 好不好就在这些小地方 来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你在屏东看到的是什么 因为我特别想问你什么呢 屏东律到初之界就不用再讲了 对不对 都是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 但是你这次翻转过来 从四年后败选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可以进步到这么大 为什么可以把民进党吓鸟 你到底做了哪些努力 颈握每一双手 然后拜访基层 然后拜访百工百业 然后帮他们解释事情 我跟秀方报告 我还辅导他们的农产品 鱼产品销到美 经过通路 现在每个月都有好几贵出去 那个是我介绍的通路 不是政府 政府都是浩大急功 只要在 风柜 庄柜的时候 他就来做秀 然后到底是在做什么事 他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人家是扎扎实实 这样一柜一柜的送出去 让百姓 让我们的业者 能够真的赚到钱 然后他们的困难 我们帮他解决 那现在的漁产品也没办法 我们成吉照商那斑斑斑施实斑 不说八道 反正就是这样 噗嚷过去就噗嚷的过去 然后这些石斑的 他说 我借你钱 你再继续养 那在养石斑的说 我就借一笔钱来 这石斑就买不出力 你借我第二笔钱 我借借我也买不出力 化妆病借有两笔钱 倒闭才怪 等一下财长被查封了 所以 不止 问题的根源在哪 要找出来 那我是扎扎实实 那另外一个是社会服务 跟医疗的服务 长照的服务 让他们都有 所以这个是 我个人的魅力也罢 我在这边的医疗的 做霍盾的服务 再加上各个 县议员 民意代表 大家要严谨 所以是一条龙的服务 那这样真的是 有效果 黄鲍鱼干贝 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条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 是鸡肉啊 是牛肉 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 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喔